各位好,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题目告诉我们采用累进费率制的路边停车格 收费标准为第一小时收费30元 第二小时收费45元 第三小时收费60元,以此类推 若阿东某天上班停了8小时 则阿东需缴停车费多少钱 好,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生活的一个题目 那它用到的是属于等差几数 首项就是第一小时收费30元 接着每小时增加15元 一直到几个一共8个小时 那它要算总和 所以呢,这个是等差几数盒的题目 那我们看到题目 有提议可以知道 A1等于30第一项 公差15 第二个减掉第一个 公差 一共有几项 8项 因为它停了8小时 所以我们S8呢 等于 2分之 括号 两倍的A1加上括号8-1乘上D 外面再乘以像素 所以2A1加上8-1乘上D 括号乘以8 除以2 把A1跟D数字带进来 我们可以得到 2乘以30加上7乘以15 括号外面乘以8 再除以2 好,化减可以得到 2分之 165乘以8 等于 660 那这一题呢 停车倍 就是660 这样就算出来了